由国防会策展的国土空间发展特展 台中市、彰化县及南投县 以中台湾崛起为主题联手出击 希望以中台湾攜手并进的理念 开串新局 也欢迎民众前往台北市就空军总部参访 台中市副市长张光瑶 张化县副县长周志忠 南投县副县长陈振生三人 一起拉开了活动神秘礼物 台湾灯会主灯模型 欢迎大家到中台湾旅游赏灯会 由国防会策划的国土空间发展特展 在中张投联手下 打出了区域整合漂亮新局 并希望借由区域整合行销中张投整体产业 让民众多了解中台湾 共同打造中台湾新奇迹 副县长陈振生指出 中张投三线市跳脱了政党色彩 为了民众福祉 共同成立了区域治理平台 每三个月开一次会 一起讨论中张投区域发展重要议题 包括空气品质提升等等都是重点 并作为向中央争取建设经费的重要依据 我们国华会其实在几年前就开始规划区域的发展 那目前新任的县市长也就在一个月前就订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相当指标性的一个奇异合作平台 那这合作平台是每三个月一次 那每次都就过线市 三个线市的目前的现况 以及希望采取奇异合作方式来规划 甚至于来发展的一个活动 做讨论 做结论 甚至于未来成为向中央争取议算的一个主要预计 那今天来参加这个开幕 一方面也了解我们中部地区目前的共存共荣的一个互补 所以整个奇异合作里面 其实台中市他们是比较属于工商发达 那彰化是属于古迹还有产业 我们南投就是产类 以及我们文化观光方面 也是县长一直在强调的 未来三个县市互补之后 应该可以连结成一个非常密实的 一个多项功能的一个奇异 所以这个奇异的发展 对我们南投县未来发展是绝对有利的 关于国土空间发展特展 中张头三县市都全力以赴 三位县市长一起参观了台湾大道 并品尝地方特色农策产品 在本次的中台湾展览地点 展出主题设定为中台湾崛起 包括区域发展 自行车道串联 台湾灯会 中台湾农业博览会 以及未来愿景等等 三县市副县市长 也体验了中台湾影像拍照机 分别点选三县市的特色景点 一起合影留恋相当有趣 国土空间发展特展 于台北市旧空军总部展出 将一直持续到4月9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未来的观众 未来的观众 第十顿词 的观众